六月我又去打牌 跳起来是个节 当时我这还好像开玩笑了 口误 再跟他说 今天去明节是个节 你和人要去过什么节 他说管他那么多 有死人和人 反正都是个节 去打牌呀 结果呀 就没找到人 就在家里面 女儿吵着要去睡觉 我在西湖 他就骂我 就骂了反正脏发嘛 为什么呀 就因为他没去打牌 没去嘛 就那种杀气杀在我身上嘛 就好凶的样子骂我 吵起来了 也是凶着要 要过来打我 我看到真是不对 我就没听声了 我就算了 又忍了 后来我就想一想 我那天晕倒的事情 就想到心里 一直就压晕到了嘛 就心里不舒服 在这期间我就想到 我跟他这么多年 我当年离婚之前的时候 开了包子店 手搅到了 他也不关心 去医院的时候 他还在旁边说公娘话 后来那医生问 你两个是什么关系 第一对他都没答应 第二对就说 你看我们是什么关系 说你两个是夫妻嘛 好像你的话也不对 好像得不像一个丈夫 嗯 不是夫妻嘛 我也说不上来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是朋友 也不可能说这些话 这两件事情的发生 跟以往这么多年来 你们发生的每一次 争吵矛盾吵架打架 相比 为什么最后这两件事情 发生导致了今天 你决定我还是分开了 因为回想到之前 他对我的种种啊 平时我们吵吵吵吵吵啊 有什么都无所谓 我都没有 可以在意 当我生病的时候 当我需要他的时候 不说说第一时间出现 而是多久 他都不会出现的样子 都没有 站在我的角度去想一想 不在乎你的那种感觉 是吗 嗯 都从来没有 去年节那个事情 我都有点不 他说的那些事情 我反正 你没有太大的感觉 对吧 我认为 从年 就就是去年吧 手机摔坏之后 我一直都比较 发言比较少 也许在外人看来 丁先生的话 有时像是第一级的笑话 但杨玉士听到后 就怎么也笑不出来 那些话代表着这个男人 缺乏对他的关心 缺乏退家的责量 每一句话都像刀子 刺进了他的心里 后来的一天 丁先生的一句话 甚至让他选择了报警 请不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